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贸易数据仍然意外上升 随着出口出现15个月来的首次增长 2月英国Redmove房价指数将会在凌晨12点01分发布 1月房价恢复增长在经历了两个月的下降之后 1月德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将会在早晨七点钟发布 由于消费品 资本货物和能源价格均出现上涨 该指数在过去三个月当中持续上升 接下来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下午1点30分 将发布的是12月加拿大贸易批发 11月销售持续增长 但增长速度远低于10月的1.3%的涨幅 2月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出值将会在下午3点钟发布 1月该指数没有任何变化 保持在了近20个月的最高水平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会在凌晨12点30分公布其2月会议纪要 本次会议没有改变货币政策 但会议纪要可以提供一些有关今后政策的想法 2月日本制造业PMI出值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 1月该指数意外上涨 目前位于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 我是希罗斯塔斯丁娜 以上就是星期一的经济日历 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星期二的相关概述 再见